因為美國關切臺灣兵役制度 所以政府決定恢復一年的疫情 您想怎麼看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不是說 別人怎麼看 我們是要看現在極權專制國家 侵略鄰國是不用理由的 而且戰打起來人民受苦 國家整個都幾乎被毀掉 因此我們要救自己的國家 就看要怎麼樣方法才可以救 要多長的疫情才能訓練出來 這一方面我們都尊重 國安部的專業評斷 也希望國人支持 也看到國人對於疫情 對於整個疫情 都是表示很大的支持 也非常感謝 院長特別常標電三劑疫苗的重要 那是否優勢國內疫情升溫 那陶竹在報移工的群聚 那相關防疫SOP是否在加研 因為我們防疫規範做得好 國人同胞一起配合 我們的防疫世界第一 不過看到周邊國家 確診數不斷增加 確實必須要各方面來加強 所以我們有看到過去 移工所發生的案例後 我們所做出來的SOP 確實達到相當的效果 讓工區沒有互相感染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在加強 尤其是比較高危險群 年齡長者等 都應該趕快打疫苗 可以保護自己 也保護社區保護家人 暫時 我們要感染 駿賀